沙巴得天独厚的水世界 这里的海洋奇观浑然天成 在这儿可享受世界顶级的水费潜水新体验 不论是潜水新手还是老将 沙巴是您抛开尘销发现异国情趣的世外桃源 沙巴地处的波罗洲是世界第三大岛 仅次于格陵兰岛和新基内亚之后 沙巴西陵南中国海、东滨苏陆海与西里博斯海 沙巴海域位于的珊瑚大三角 更是世界上无数海洋生物的摇篮 海底里孕育着许多叫人惊艳的海洋生物 随着各主要城市的直接航班 沙巴近在之时 从沙巴首府亚币出发 大约十多二十分钟船程就会来到西海岸 浅蓝色的海水是潜水新手第一次下水的理想起点 老马食途者这一趟可不带上水中相机呢 海底摩托车既安全又有趣 园区内所有的岛屿都被珊瑚礁包围着 尽管园区如此接近沙巴最大城市 这里头的海洋生物让人目不暇击 园区内某些岛屿也给游客提供住宿服务 一同来陶醉在五星级的欢愉中吧 东姑阿都拉曼公园外是金枝岛厅纳湾 这儿的珊瑚礁非常适合第一次潜水的新手 来亲身体验海水的深度极奇妙吧 忙了一整天的节目行程该累了吧 该回到舒适的度假村了 多半的游客喜欢在生前后继续享受更多更有趣的事 狄家岛国家公园三座岛屿上的火山熔岩和火山灰烬 在几百万年前已经存在 园区内现在只有死火山是野生动物的温床 狄家岛属于泥滞海床 不同的天气会影响这里的潜水情况 水中能见度也会有所改变 蛇之岛是狄家岛上最小的岛屿 您将看到浑身发亮全身布满剧毒的海蛇 最吸引游客的莫过于火山泥浆域 有三个离岛组成的曼塔纳尼岛就位于沙巴的西海岸 生前潜水者总想一头栽进水里一探海底二战的遗骸 1944年日本船舰被美军击毁 每天大量的鱼儿进入这超大游乐场 西系玩乐 曼塔纳尼岛的珊瑚礁上布满各种叫人惊叹的珊瑚 以及缤纷多彩的生物 幸运的话 观众还可以看到濒临绝种的乳梗 这也叫海牛的动物常在水域穿梭出没 拉秧拉秧岛是南中国海外的一颗明珠 从亚碧飞行40分钟即可到达 这里有世界上最壮观的珊瑚礁墙 海拔达2000米深 如果您是来看大大小小鱼儿的话 您可选对地方了 成群出没的陆氏双济沙和其他的大型海洋生物 是深海的常客 色彩斑斓的鱼儿 在蓝色清澈的海水中自由穿梭 离开水面 舒适的度假屋 净触在前方 朗卡央岛是山大根唯一的潜水圣地 这儿距离亚币约40分钟航程 如果您的目标是想寻找海底微小生物 朗卡央岛将为您揭开神秘的海底世界 如果您喜欢来点冒险 到海底来参观朗卡央岛最著名的沉船吧 您可住进海边那风景如画的小木屋 甚至是奢华的独栋别墅 鲜本纳是一座坐落在风景宜人的海湾 省望西里博斯海的繁忙小城镇 鲜本纳与众不同 这里最适合夜间潜水 小城镇前的深宅水道 在每天的潮起潮落中送来丰富的营养物质 让这里成为水生生物的天堂 只要您细心留意 这里有最迷人最特别的生物 鲜本纳是游客到沙巴东海岸潜水的大门 敦沙卡兰海洋公园浮原超过三万五千公顷 是马来西亚最大的海洋公园 这里独具魅力 多样化的海底环境 孕育了许多奇妙的海洋生物 还有树枝不尽的珊瑚礁鱼儿 以及大型捕食性动物 海草床和红树林 不光滋养珊瑚礁鱼 还包括其他独特的生命 敦沙卡兰海洋公园不提供住宿 您可参加从仙本纳出发的一日游 或者住进临近岛屿 钟爱白色沙滩者 邦邦岛的美让您屏住呼吸 岛上倾斜的珊瑚礁引领您走向深水 向您展现各种中小型海洋生命 在邦邦岛流宿 方便游客到周遭岛屿 包括敦沙卡兰海洋公园等地潜泳 海边有豪华的度假屋 也有简朴的小屋 马达京岛可说是极亚洲最浪漫海滩 极潜水天堂于一身 这儿适合您向意中人表白示爱 甚至举行水底婚礼 马达京有十多个潜水圣地 与周遭岛屿近在咫尺 最受潜水人欢迎的是马达京本岛珊瑚礁 游象鱼群还可以近距离观察海洋生物的生活习性 海底寄信 全马唯一一家的沉船邮政局提供水底寄信服务 投下您的明信片 想象一下当您的亲友收到海底邮件的惊讶表情 马达京提供豪华度假圣地最好的设施 近几年来 沙巴才向世人开放波西洋和丁巴丁巴两座岛屿 这里适合那些希望拥有个人空间 又可以同时探索珊瑚礁的人们 两座岛屿就位于仙本那深宅水稻旁 这儿是观赏大型海洋生物的绝佳地点 偶尔还会看到季节迁移的海洋生命 来到沙巴唯一的人造热带珊瑚礁岛 您可把一切抛诸脑后 珊瑚礁上的沉船 礁石 沙床 还有丰富的海洋活动发出诱人的召唤 千万别错过蟑螂礁上 大鱼停靠让小鱼清理身上脏雾的情景 深海处这里有全马第一 也是唯一一个海底巴士车站 这里可能未能让您赶上巴士 但却可看到老旧巴士 承载海洋生命的奇幻景下 美丽的卡帕来岛 位于婆罗州大陆棚外远 福感西里博斯海 它的好在于辟邻所有的潜水地点 从潜水中心纵身一跳 您将发现置身于潜水天堂中 卡帕来岛也是许多专业水底摄影师的最爱 这意味着这儿一定有非比寻常的吸引力 才能吸引摄影师一游再游 盖在胶台上的豪华度假屋 散发迷人的水箱风情 从仙本纳到马步岛只不过是一小段传承 说这儿是漫浅天堂也不为过 踏步在浅平的泥至海床上 您才会知道称号的由来 生泥处是神秘奇妙小动物的逆生地 海龟 其他珊瑚礁生物遍布其他 在漫浅享受珊瑚礁回来后 停住您的脚步 到附近的人造礁走走吧 马步岛提供多元化的度假屋选择 海滩旁或是热带花园中的小木屋 建在胶态高桥的豪华别墅 或者是以珊瑚垫底盖建的平台酒店 甚至全城住在潜水出海的旅游船上 又有何不可呢 举世闻名的西巴丹岛 严然是沙巴在国际潜水地图上 质地有生的地标 较人惊叹的海洋动植物 让西巴丹岛成为世界上最珍贵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 整个岛屿已被划定为海洋保护区 一次潜水就能看上三十多只海龟 让看的人叹为观止 在公海上常常可看到鲨鱼的触摸 您可能需要一点运气 才能和海上最大的鱼类来个面对面的交流 为了维护西巴丹岛的海洋环境 每天只有少数人获准下海潜水 西巴丹岛没有提供住宿 游客可在仙本纳住宿 正如您所看到的 沙巴是独一无二的潜水天堂 来沙巴潜水吧